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你在看YouTube或是在看抖音 然后有人跟你讲一个你觉得令人震惊的讯息 这个资讯是你们想都没想过感觉有点可怕 你要相信他吗 如果不知道要不要相信怎么办 上网查 上网查的资讯你又能相信吗 写网站的人他们的资讯哪来 也许他们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学过吧 所以就是在课堂上学的 也许课本上有写 写课本的人又怎么知道呢 通常我们希望是某一个有权威的学者去写课本 可是他的权威哪来 这个资讯到底是如何确定是真是假 最终最终就是需要去跑实验 要设计一个状况 然后来看说 是不是真的只有这个原因造成这个结果 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 很多时候实验设计不会那么完美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够接近的 这个时候才能确定一件事情是真 所以论文就是在报告这样的实验结果 或是这样的思考的逻辑推理结果 学术论文是我们最确定的事情 才会刊登成论文 所以呢 如果你要写一篇报告 给你的上司 甚至给政府 你要确定你讲的东西都是对的 你就要去爬书学术文献 这些才是最可靠的资讯 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是让你们练习这个过程 写小论文 其实它就是一篇解释型文章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这一篇解释型文章 只能写三种句子 一 关于文章本身的句子 以下这篇文章 我将介绍什么什么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什么 介绍完了 希望大家都了解 关于文章本身的句子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大家都知道的尝试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 地球是太阳系的 离太阳第三境的行星 明川大学 陶仁校区位于龟山区 尝试 第三种 第三种句子 有找到资料帮你佐证的句子 所以小论文不能写的句子 包含你自己的个人看法 包含你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有人提到的想法 只要不是跟文章本身相关 也不是尝试 其他的句子都需要有资料佐证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的重点就是 爬资料 然后如何运用这些资料来写一篇文章 文章本身到底是不是解释型文章 我不会太care 只要就是讲出来合理 然后同学们都可以接受 重点是资料的使用 所以我带你们看一个例子 我们实际上在上的内容就是 你们研究方法课会上的文献回顾的部分 如何去爬书资料 然后统整出一个概念来 所以这边有一篇论文 关于文法教学的论文非常有趣 然后他的开头第一段是引言 但是从第二段开始 就是在回顾以前的资讯 所以譬如说他开始讲细节的时候 他都会提到 这个概念是这个学者的这篇论文写的 下一个学者的这篇论文 又提到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名称是由 这两个学者这篇论文研发出来的 开头的句子 这是在领域内的尝试资讯 80年代在干嘛干嘛 但是一开始讲细节的时候 又是这篇论文的人家提了什么东西 然后有一个引文 引文的时候提供页码 然后他就一直这样写下去 写到 这里 他这边开始才是原创研究 上面全部都是文献回顾 找资料整理资料 所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仔细阅读 看人家怎么写的 今天我要先跟你们讲 什么是学术资料 你要如何判断 这样你们回去才能开始写你的文章 因为如果你的文章 没有学术资料可以佐证的话 那你写的再好 分数也不会高 然后呢 之后会带你们练习注意细节 因为到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单元非常的龟毛急车 所以你们要注意细节的部分 我们先看什么是学术资讯 第一个 Peer Review Journal 这个是学术期刊 不是任何期刊 像什么杂志报纸不行 学术期刊就是每一篇论文 有经过所谓的同财审查 Peer Review 每一篇文章会匿名的方式 给专家审查确定内容没问题 他才会刊登 第二种 Peer Reviewed Books 跟文章一样 它只是一整本书 也是一样会经由专家审查完 才会出版的书 第三种 有一些书不是一个人写的 有些书是论文集 也是经由同财审查的论文集里面的单篇 也是学术文章 第四个 Conference Proceedings 这是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严格上来说 没有刊登的论文那么严谨 但是还可以接受 因为学术论文 对不起 学术会议的论文 它是 先审查概念 然后才写成文章 上面单篇文章或是专书或是专章 都是写完送损 会议论文是先审在写 所以比较没那么严谨 但是以我们这堂课而言可以接受 下一个 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 博士生毕业前 他的论文必须要经由五个专家教授审查通过 口识通过 所以是严谨的 下一个 硕士论文 硕士论文在台湾通常经由三个教授审查通过 也算严谨 但是品质通常当然就是没有博士论文那么高 但again 以我们这堂课而言还可以接受 有两种常见的文献 很多人以为是学术文献 其实不是 请不要引用 硕士论文 你们之后都要写学术论文 如果政府必须要仰赖你的学术论文 制定政策的话 你会放心吗 有点危险 所以学术论文 严格上来说不算学术文献 最后一个 政府或是民营组织的出版品 政府报告 语言中心报告 某一个基金会报告 不是学术文献 这些研究报告都是有目的的 政府要推行政策 民间组织要推行自己的主张 它不是客观的学术文献 好 那要怎么找这些文献呢 下一个应该是介绍哪些书是学术书籍 不对 第一个是期刊 要怎么判断一个期刊是学术期刊呢 通常它会有几个人数 你可以看到 Journal Info会有 关于它的描述 会有编辑委员会 会有 索引资讯 因为有很多期刊 所以有一些学术索引 帮学者找到他们需要的期刊 然后当你点进 期刊描述的时候 你应该会找到这几个字 Peer Review Journal 它明白讲说这有同财互评 这才是学术期刊 如果不确定的话 因为有一些期刊比较小 可能资讯没有那么完整 不确定的话 你要看 有没有 你能不能找到以下这些资讯 作者名字 刊登年份 标题 期刊名称 第几卷 Volume 第几期 Number 或Issue 然后有一个页 有些期刊 只有期没有卷 它只有Issue 没有Volume 但是如果两个都没有的话 就不是学术期刊 好 所以这是期刊 学术专书怎么判断呢 要看出版社 国内主要的学术出版社 都是某某大学出版社 如果你查英文资料的话 大学出版社也是最可靠的 那除了大学出版社以外 还有这几个民间出版社 也是专门出学术书籍 那最后下面这个Peter Lang 比较奇怪一点点 这个出版社有两种书 如果有系列重书 它是个series的话 就会有学术存查 但是如果没有系列重书 它其实就是个人出版 有点像是就是自己送印 自己出版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找到的书 出版社是Peter Lang的话 注意看有没有重书 认识学术资讯之后 你要怎么找到的 有这几种方法 Google 你可以找影像 你可以找新闻 你也可以找学术论文 但是你没办法从Google主页面去点 点到那个位置 你要记得网址 或是你搜寻Google Scholar也可以 你可以去维基百科 去看最下面的引用资讯 维基百科是不是学术文献 不一定 如果一个维基百科页面非常完整 然后品质很高的话 它是学术资讯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维基百科 是就是志工构足而成的 所以不是每个页面品质都够高 保险起见还是不要引用好了 但是维基百科 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有资料来源 下面应该会显示 那一些资料 很多都是学术资料 第四个 书籍的引用书目 尤其是学术书籍 或是硕博士论文的引用书目 博士论文引用书目最好 因为博士生写论文 他必须要能够让他的指导教授 指导说他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 所以他通常就是相关文献都要引用一下 所以博士论文的文献通常是最完整的 可以参考 好 所以带你们看几个例子 这个是Google Scholar的页面 这几个结果都是学术文献 但是如果你找的东西太冷门的话 有时候它吐出来的就不学术 你还是要判断一下 所以如果像它结果长这个样子 看起来像一般的网页 你点进去会带你到期刊的页面 但是学术期刊很多的要付钱才能阅读 我们学校图书馆有订阅蛮多期刊的 但不是所有期刊 所以如果透过学校网络去取得的话 也许可以 也许不行 不行的话你就要看有没有右边这个 PDF连结 甚至有一些搜寻结果直接告诉你 它就是PDF 这个时候通常就可以读到 如果你想读一篇论文 然后我们学校没有订阅 然后你真的很想读的话 你可以找我 我帮你 我还有一些其他管道 那这边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它这边会给你一个选项叫做Site 引用 你点下去的时候 它会吐出不同引用格式的范本 这个不完全可靠 有些时候Google没有抓到你需要的资讯 所以它吐出来的范本不完整 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判断 学术出版这个事业其实很赚钱 你知道吗 学术出版事业的盈利额跟石油业一样 因为做学术的人 跟学术出版是分开来的 一边是免费做实验写报告 另外一边是你要付钱才能阅读 所以成本非常低 然后学术出版社的收价 收费越来越高 比如说我刚刚写完一本学术书籍 结果出版社的定价是108美元一本 所以趁你在民传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图书馆资源 要好好把握 OK 所以这是Google Scholar 这个是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下面引用资料的地方 它有两种不同区块 第一个references 严格上来说不是学术资料 这个是本文行文间的注释 有时候跟你讲说这是从哪边来 有时候给你其他资讯 不一定找得到 你真的要看的是下面 sources and further reading 这个才是你的资料来源 那一样要稍微看一下 有些是学术有一些不是 要稍微判断一下 好 关于学术资料 有没有想问的 好 以我们这门课的小论文而言 作业要求是这样子 要用这个引用格式 我等一下 也不是等一下 我接下来三周都会讲这个引用格式 然后你所引用的资料 至少一半必须是学术资料 所以你真的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引用其他资料 但是至少一半要是某一种学术资料 记得只能写三种句子 关于文章本身 尝试以及其他都需要有资料来源 其中那些资料有一半以上需要是学术的 好 所以下一周我会继续讲 然后再下一周应该也会继续讲 再下一周就是开始个人误谈了 第一次个人误谈 就要拿你的主题 以及目前找到什么样的资料 过来跟我聊 然后回去就要把草稿写完 再下一周跟我误谈 就是拿你的草稿过来跟我聊 再下一周就是要把草稿交给我 我会带回去改 所以虽然花两三周讲课 但是这个不是单纯听课时间 你回去就可以开始想 你要写什么主题 去寻找相关资料 看资料够不够多 写的写不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 如何引用 手上有资料了 找到相关资料了 找到主题了 开始写了 可是你要怎么在你的文章里面呈现这些资料呢 APA第七版的格式 我们使用的引用格式 长这个样子 行文间提到你资料来源的作者和年份 这样读者想知道是什么资料的时候 就可以翻到最后面 去找到作者名字 对应一下确定年份对 他就可以找到你引用的是什么资料 所以这个是所有学术引用格式的通则 行文间只给你提示 但是你要确定这个提示不会让人搞混 每一个提示只会针对 只会连到一笔资料 因为如果连到两笔资料 读者就不知道你引用的是哪一个 如果有两个不同的文章 然后都是同一个作者 甚至同一个标题的话 有处理方式 但是绝对不会让读者混淆 你讲的是哪一篇 好 你看到这个格式你就知道就是会很龟毛 你看人家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引号 然后又是什么斗点据点 然后还有什么邪体 大小血啊 很烦 我们这两三周就是要讲这些细节 所以为了培养一下你们的注意细节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句子哪边有问题 我们先从第一句开始 第一句问题在哪里 有看出来的举手 引号之前要有斗点 这个 第二句哪里有问题 有看到吗 都是跟标点符号有关哦 第二句问题在这里 据点之前不要有空格 直接接在单字后面 第三句的问题有看着吗 有人发现吗 他第二句 他第二个引号他用的不是双引号 他用的是两个单引号 有看出来吗 好 第四句问题在哪 我给你一个提示 他的缩写撇号有问题 什么问题 有同学看到了 缩写撇号应该是偏的不是直的 有没有 这个其实有意义 这不是我在抓而已 直的 严格上来说它的意思是 因尺或是弧度的角度 撇的才是缩号或是单引号 尤其如果你们用笔记软体 笔记APP或是Google Docs写的话 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下一句 问题在哪 很好有同学看到了 句子还没结束 不能用句点 这是同一句 他讲的这一句话 是这一句的授词 主持他 动词说 这一句话是授词 然后后面补充 时间地点 所以 是逗点 双引号 空格 小写 不是句点 下一句 问题在哪 不要打我 还多一个空格 最后一句 问题在哪 有同学看到了 也是多一个空格 在这里 是逗点 引号 之间没有空格 空格放在引号后面 我们大概是下礼拜吧 会有类似的练习 但到时候就不是标点符号 到时候就是 引用一篇文章的范例 好 所以 就是类似这种细节 标点 写体 空格 要特别留意 这个是这个单元的 重点之二 重点之一就是 你要知道是什么资料 然后如何 需要什么资讯才能引用 第二个重点就是 你要用正确的方式 引用它 所以我们先讲 行文间如何引用 有两种方式 一就是 引用人家人文 用引号引用 这边要注意的是 当你引用人文 你人文必须要 一字不便的引用 但有时候 我们需要改变它内容 譬如说 它写太长了 你只是需要一部分 或是 你要让这个句子 符合你行文的文法 譬如说 它可能讲的是我们 但是你要讲的是他们 你改变的时候 必须要提出来 要让读者知道你改了 增加内容 用中括号 对不对 这边原本没有的 这边有 你加进去 你要用中括号 三节内容 要用三节号 对不对 人们 Proficiency and Efficiency 这边把 And Efficiency删除了 要用三节号 这样读者才知道 你有针对 它的引文做改变 三节号 就是 三个句点 中间都有空白 前后也有空白 空格 据点 空格 据点 空格 据点 空格 是三节号 好 然后呢 当你引用人文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告诉读者 这一句话 可以在资料的哪边找到 所以最后面会有一个页码标示 这是这篇论文的第998页 P Page 如果你引用的范围超过一页 你要写两个P PP句 点 就是Pages 复述的意思 所以注意它的标点怎么使用 引文结束 引号 空格 括号 P或是PP 据点 这个据点是缩写据点 空格 页码 把括号关掉 然后才放据点 据点是放在引文标签的后面 现在数位时代 不是每一篇论文都有页码 如果没有页码的话 你要提出大概是哪一小节 如果不分节的话 你就要讲说是哪一段 如果你引用的是多媒体资料 你要提供时间戳记 就是大概几分几秒的地方 所以这是第一种行文引用的方式 引用原文 第二种是用你自己的话去摘要 所以内容是人家讲的内容 但是表达方式是你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个叫paraphrase 换句话说 这个也有两种写法 如果你要把作者放到句子里面 行文的句子里面 这几个人说什么是 就是这样写 姓氏 这篇论文是两个作者 所以这两个作者 姓氏 and 姓氏 括号 论文年份 括号 然后这个就是你的主词 那不一定需要主词嘛 有时候你会变成受词 有时候你会放到 这些诗片语里面 但是行文间表达方式就是这样子 and要写出来 然后年份放到括号里面 有时候呢 你行文间不想提到作者 你只是要告诉读者说 这句话的概念是别人想到的 就是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整个全部放在括号里面 括号 姓氏 and的符号 不要写出来 是符号 姓氏 然后作者姓氏写完之后 逗点 空格 年份 括号 然后注意他也是放在句子里面 句点是放在最后面的 好 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哪边不懂的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两个变化题 如果你要引用的原文超过40个字 你必须要用block quotation 中文就翻成长文引用 长文引用格式一点点不一样 刚刚讲有两种引用方式嘛 一个就是作者放在文章里面 第二个是作者放在引用标签里面 长文引用两个都可以用 我这个例子是作者放在行文之间 所以根据这两个作者这篇论文写的 然后接下来这一整段有缩排的 就是你的引文 然后要注意的是 最后面是先句点 再叶嘛 这个跟刚刚讲的相反 对 刚刚讲的是先叶嘛 再句点 但是长文引用是先句点 再叶嘛 结束之后呢 下一句不一定要分段 看你的行文的逻辑 如果不分段的话 你就从最左边继续写 如果那个引用标签 譬如说如果引文最后一句 一直到最右边 然后你没有空间放引用标签的话 请到下一行放在最右边 这可以吗 你不用一个一个数 你把它画起来 然后让word就是帮你数 有没有超过四十个字 好 第二个变化 如果这篇文章或这一笔资料的作者 超过三个人 三个人或以上 行文间不要全部写 不要写三个姓氏 行文间写at all 这个是拉丁文的缩写at allia 翻成中文就是 集其他人 中文通常就是写等人 所以人们这边是姓氏 and 姓氏 但是如果三个人的话 就是写名字 at all 不要忘记这个逗点 这个据点是缩写 这个不能拉掉 然后再写年份 好 行文间是这样表示 但是你在最下面 最后面引用资料里面 还是要全部写出来 这篇文章几个作者 一个作者 两个作者 三个作者 四个作者 五个作者 全部都要写出来 这边就不能缩写了 那如果你要把作者名字 放到引用标签里面的话 原本就有这个逗点 现在又增加一个据点 所以据点缩写完之后 立刻加一个逗点 然后再空白 对吗 人们这边就有这个逗点 所以这边只是多增加一个 缩写的据点 然后再加那个逗点 这样太快吗 有跟上吗 这个PowerPoint放在Moodle上面 你要复习的话 随时可以上去下载复习 好 行文间的引用方式讲完了 接下来就要讲 引用资料那边的格式 就是下面这个东东怎么写 在之前我提示一下 你们键盘有些案件 你需要知道的 也许你们有些已经知道了 就当做提醒 缩排 用Tab 不要按空白键 按Tab 这个是连接号以及底线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如果键盘有两个符号的话 按Shift 同时再按那个按键 就可以带出第二个符号 所以这边是原本是连接号 按Shift的话会变底线 这个是中括号 按Shift会变大括号 我们没有要用到大括号 这个是引号 单引号或缩写 按Shift会变成双引号 然后And的符号在这里 7 按Shift按7 就是And的符号 另外两个你会需要知道的按键 如果你要截图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按键 会让你整个画面截图下来 但是它不会存档 它只会整个画面复制起来 然后你要自己找一个地方贴上 再存档 通常就是开小画家 或是开Word 然后贴上 有一些像什么云端软体 像Dropbox 或是Wendrive 会自动帮你存图 可以回去研究一下 然后这个按键也很重要 右边这个是算盘 这个是减号 没事的时候 它就跟连接号一样 但是会有一个地方 会需要用到 我等一下带你们看 就是这一页 OK好 所以英文的横线有三种 最常见的hyphen就是连接号 就是直接打下去就对了 hyphen连接号的地方 用的地方就是连接 你要 比如说是一个复合名词 有没有 战前 pre-war 它是一个字 你要连起来 那就是键盘上 连接号 或是减号 都可以 第二种 叫做N- 中文叫范围号 它叫N- 下面第三个叫M- 是破折号 把这两个英文名字 其实N跟M 它只是说N-的长度 跟N这个字圆的长度一样 然后M-也是跟一个破折号 跟M这个字圆长度一样 所以它的命名方式 跟功能没有关系 它单纯是以外观来命名 但是中文就会提示你 N-是范围号 它是告诉你一个范围 譬如说 第几页到第几页就用N- 这个是我们这门课会用到的 另外一个用途是 有一些复合名词 譬如说内战 Civil War 是两个字 但是是一个单字 两个部分加起来是一个单字 它是一个复合名词 如果你要像这边一样 加一个什么东西 那人们的连接号 要用范围号来表示 因为你连的就不是一个字而已 你连的是这两个字 大家有听懂吗 因为如果你这边 你用连接号的话 感觉你只是把这两个连起来 但其实你要连的是这三个 为了表示不只是连这个字而已 用N- 而不是连接号 怎么打呢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按control 再加上减号 就是右边算盘那个减号 control加减 如果你的键盘 没有算盘 比如说你在用小笔垫之类的 有另外一个打法 随便一个字母 空格 连接号 空格 字母 空格 打完之后 它连接号就会变成范围号 如果你是用Google Docs的话 很简单 打两个连接号 超简单的 好 然后再来M- 破折号 破折号的功能 就是你要打破 这一句话的文法逻辑 破折号后面的东西 跟破折号前面的东西 加起来不需要合乎文法 所以它才叫破折号 它另外一个功能 是一个非常强调的补充 补充英文有三种方式 最弱的方式是用括号 中间补充 中间的方式是用两个逗点 然后逗点中间的内容是补充 最强的补充方式 是用两个破折号 然后破折号中间的内容是补充 破折号补充方式 就是告诉读者 虽然文法上是补充 但是这个资讯很重要 你需要知道 好 怎么打破折号呢 在word里面 又要搞这种东西 随便一个字母 连接号 连接号 字母 空格 打完这空格之后 中间两个连接号 就会结合起来 变成一个破折号 那Google Doc的话 非常简单 三个连接号就结束了 然后这边再提示一下 中文跟英文 经文上这种标点符号逻辑很像 只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中文这种句子 我的朋友破折号是谁 英文不是这样写 英文是用逗点 而且是两个逗点 OK 这样有要提问吗 好 有了基本的 案件资讯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仔细看 引用书目格式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一篇 姓氏 逗点 名字 据点 因为它是缩写 如果它有中间名 它的中间名也是 第一个字母 据点 如果有 后面还有作者的话 逗点 空格 and号 空格 然后再来 姓氏 逗点 空格 名字 缩写 据点 空格 中间名 据点 所以这个部分 要注意的是 逗点跟据点的使用 有些像这边 缩写据点之后 直接加一个逗点 用and的符号 而不是and的单字 然后要注意 两个缩写之间 要加空格 这个是c 据点 空格 f 据点 中间有一个空格 在这边 好 作者名字写完之后 空格 括号 论文年代 先括号 再据点 空格 下一个元素 是 篇名 这篇论文的名称 的标题 它是用一般的句子 大小写 只有第一个字母 是大写 如果中间有 专业名词 专有名词 那当然就是 需要大写 就大写 但是 那个大小写 规则 跟一般句子 一样 如果有 副标题 这篇没有 但是如果有 副标题 这边不是据点 这边是 冒号 空格 然后写 副标题 副标题 大小写 跟主标一样 就是跟一般句子 大小写 是一样的 然后副标题 结束之后 你再加一个句点 空格 接下来是 刊物名称 这个是期刊名称 期刊名称 写体 然后大小写 是标题的 大小写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大写 还有第一个字 也大写 有些刊物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是the the journal of 什么什么刊物 那个the 是第一个字 也要大写 刊物名称 写完之后 是斗点 空格 地底卷 volume 到卷写完之后 写题才结束 期刊标题加斗点加卷数 都是写体 下一个数字是第几期 issue 放在括号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空格 写体结束了 但是没有空格 括号 第几期 括号 斗点 空格 然后页码范围 页码范围 中间只有范围号 n dash 句点 如果你的页码范围 百位数没有变的话 你第二个数字 就不用重复百位数 但是十位数要重复 像这个例子 是因为它横跨 从200到300 所以要把这个3写出来 但是如果两个都是200 从200到299之间的话 第二个数字的2K省略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网络上找到的 你要找它的永久网址 永久网址叫做DOI 缩写 这个是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数位元件指标 好 所以这个 然后你会注意 网址后面没有据点 网址后面没有据点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些资讯 从这个期刊页面 在哪里可以找到 先作者 这一篇文章 作者是这两个人 你要的是姓氏 然后再来是名字缩写 中间名缩写 逗点 and号 然后第二个人的姓氏 然后名字缩写 中间名缩写 下一个要的是年份 在这里 它这边是网 网路上刊登的 所以它告诉你 确切日期 但你只需要年份就可以 再来 它这边很贴心地告诉你 这是一篇研究论文 有一些学术期刊 它也会刊登其他文章 有些是字编辑性 有一些是回顾型文章 有一些是书评 如果它有讲是research article 那就是确定它就是研究论文 可以引用 下一个你要的是文章篇名 在这边 你会发现它的大小写 是标题大小写 这不是你要的 你要的是句子大小写 所以这个要改一下 文章篇名找到的 接下来你要的是期刊名称 在这里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所以就是写题 然后按照标题大小写的方式 写在这边 逗脸后面 你要的是第几卷 第几期 在这里 volume第几卷 第15卷 issue第几期 第三期 然后再来你要的是页码范围 也在这里 pages 291到304 注意后 它这边用的是连接号 跟我们要的不一样 我们要把这个连接号 换成范围号 然后你要引用的年份在这里 这个是网络上先刊登的日期 有一些文章 学术期刊会先刊登在网络上 然后之后按照一般的刊出 schedule 再把它归入某一卷某一期 所以如果你找到的文章很新 还没有第几卷第几期 你就可以引用 它刊登在网络上的日期的年份 但是如果它已经归入第几卷第几期 那你要给的年份就是 它归入某一期的年份 issue published年份 好 这样清楚吗 很细 不用背没关系 但是你要有一个大概概念 你才知道什么地方怪怪的 好 你会发现 这个写法除了里面标点控格写体 使用的方式之外 还有几个特色 它是凸排 第一行比较偏左 而且它是行距也是比较宽 而且它是用标准的字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调整 格式的部分 字形在这里 我相信你们大部分都知道 我们标准是2.0 两倍行距 字体我们用Times New Roman 这个是标准英文字体 大小写用十二体字 好 凸排怎么弄 如果上面是word word的方式长这个样子 这个大的是整段的起始位置 这个小的是第一行的起始位置 Google Docs长这个样子 这个箭头是整行的起始位置 然后上面这一杠是第一行的起始位置 它凸排的距离就是一 对不起 是半英寸 对 这个是英寸的尺度 所以这个 从这边到这边是一英寸 所以这个是半英寸 我这个不会去 我不会去拿指尺去量 你大概就好了 这个要怎么弄呢 在word里面 你要打开paragraph段落的menu 中文这个叫段落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箭头 或是你把整个画起来 然后按右键去选段落 好 点或是选之后 它会跳出这个东西 中文跟英文位置一样 你就找这个框框 特别 然后你要选突排 凹凸的凸 hanging 然后点OK 它就会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 来做的小小练习 今天讲到这边 有要问吗 好 回去就可以想说 你们要写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开始看 有没有学术资料可以找 记得如果你有找到资料 但是需要付钱的话 你可以问我 我可以帮你找找看 好 下礼拜见 还没有见到的 请来前面见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